历史报警的制作在我们参考手册第20章 报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历史报警的制作步骤是由下面四个步骤给大家来演示 第一,设置报警的注册位地址和消息 注册位地址和消息它可以导入导出到Excel表格 方便编写报警信息 第二步骤,放置报警部件并进行设置 三,报警操作的制作 四,模拟报警制作效果 注意 一,SRAM中最多可以储存768条报警信息 如果储存空间不足将覆盖旧消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SRAM中最多只能保存768条 比如769条报警信息进来 它会把第一条报警信息寄出去 始终在我们SRAM中保存768条报警信息 这个是这个意思 如果长期保存历史报警数据的话 请使用储存卡 U盘或者SD卡 信号注意是GP4000系列 最多可以保存2048条消息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 第二个 SRAM保存到储存卡的备份数据是以CSV格式储存 可以在电脑上用Excel表格打开和编辑 就是用Excel打开和编辑 下面我们用软件给大家来介绍 这个第一步骤的一个制作 首先打开我们的软件 我们就新建一个工程 选择GP4000 选择4401这个触摸屏 然后选择跟它的通讯的控制器 PLC 我们选择30 选择30FX CPU直连 新建画面 下面我们来做第一步内容 报警消息的未开关和消息内容的制作 在通用设置里面选择报警设置 通用设置 选择报警设置 弹出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我们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通用设置里面 它有快1到快8 然后对应的我们是编号1到编号8 你要想在快1里面编辑报警内容 就要把编号1这一栏勾上 想在快2里面 当然也要把编号2这一栏勾上 这个有为什么有快1到快8呢 因为有些客户喜欢把这个报警 分门别类 有些报警放在快1里面 有些报警放在快2里面 这样它就行 我们为了方便 所以有8个快对应8个编号 但是一般的客户 编写报警的话 都会在快1里面来编辑 今天我们也来给大家讲 就在快1里面来编辑报警信息 这是这一款 下面还有打印设置 这个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要勾选了这个冲锋屏 连接的打印机 勾选这个打印设置的话 选择实时打印的话 它就是来一条报警信息 它就会打印一条 这叫实时打印 P打印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控制字 控制字等于1 还有控制字加1 这个是选择快1到快8的内容 就是控制字等于1 比如说控制字 我们取一个叫D100 D100等于1 然后D100加1 这个选择快1 等于1的话 那就选择快1 就是会把快1里面的内容 谈不大一下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备份历史 备份历史的话 你勾上 勾上有什么用呢 就是勾上以后 就是你触摸屏上 有十条报警 突然断电 重新上电 它会把原来的报警 十条报警会显示在里面 这个显示为新报警和隐藏继续报警 什么意思呢 显示为新报警 比如说我们有一条报警 来了 但是没有恢复 突然断电了 在这种情况 再上电的话 它会原来的那条报警 它会在断电的时候 有个恢复时间 然后再会显示一条 上电的时候的一个 报警出发时间和消息 隐藏继续报警的话 就是在断电的时候 那条报警没有恢复 然后再重新上电 那条报警还是没有恢复的话 它就只显示一条 所以一般情况 我们选择隐藏继续报警 外部操作 就可以通过外部控制制 来操作报警的确认删除的信息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 启用组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当前画面 来一条报警 它就会记录一条 记录一 比如说当前画面上 有一百条报警 然后这个控制制 这个报警数 其实地址 这个地址 它会等于一百 就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 我们回归正题 给大家讲 报警的 未 未报警的制作 未报警的制作 和消息内容的制作感 首先我们 未监控 选择快一 有一个自动分配功能 大家可以 比如说我们 模拟 POC的 X0连续的五个字地址 都作为报警的 报警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X0 X4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编辑报警信息 比如说第一条 是温度 高 或者 温度低 第二个 压力高 压力低 紧急停止 我们做了四个 注册了五个 报警内容和报警地址 然后我们看一下 PPT 它可以注册 未地址和消息 注册未地址 消息可以导入导出 方便编写报警信息 大家看 在我们这个里面 输入 报警内容的话 还是有点麻烦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 导出导入的方法 来编写报警内容 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演示一下 导出 导出到Excel 我们就直接取个名字 比如1234 然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打开这个文档 打开这个文档 这个格式是我们 自动生成的一个格式 我们拉到我们编辑的这块 然后我们想添加报警 我们在这个地方 添加插入行 在这个Excel里面来做的话 就方便很多 可以进行拷贝粘贴的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就写了 去Q 这个报警内容是 WWWWW CCBB 然后等级的话 我们也是默认它 给它都是零等级 这个都是零 下面的 下面的我们就不用管它 然后保存 是 关掉 保存 保存 全部点 是 然后再打开这个通过评论键 点导入 选择这个文件 打开 全部跳过 它就会把我们刚才编辑的内容 全部导进了 大家看 刚才编辑的几条 三条 全部导进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报警制作的第一步骤 设置 报警 位地址 和消息 然后导入导出 方便大家编写消息内容 这个第一步骤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到桌面 我们给它取个 给工程取个名字 Test 然后我们看第二步骤 放置报警部件和进行设置 第二步骤 我们在 基本画面上 基本画面上 我们选择 部件 报警 在这个地方拉一个框 然后双击进去 编辑它 第一个 基本信息 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显示格式 快 直接 快一 要是我们在快一里面编辑的 我们就选择直接快一 有些客户 他选了快一 快二 快三编辑的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通过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 等于一 它就显示快一的报警 等于二 显示快二的报警 等于三 显示快三的报警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 因为我们直接在快一里面做的报警 我们就选择直接 快一 消息显示方式 一行显示 一行显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 报警来了 我们就显示一行 就是出发日期 出发时间 出发内容 消息内容 我们显示一行 这个地方你选择多行显示 消息显示 两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报警来了 报警时间 日期 时间显示一行 然后消息显示两行 因为我们这个冲锅屏 本身一个画面 显示报警数 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选择一行显示 就是消息 跟时间 内容显示在一行 显示格式 它有三种格式 模式 历史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报警来了 报警日期 时间 消息内容 报警走了 它就有个恢复时间 显示一行 保存在我们三村里 日志的话 就报警什么时候来的 消息内容 什么时候走的 它会日期 消息内容 会显示两行 这个 这个会更详细的 记录一个 报警内容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跟那个历史 比如说 这个报警是 8月1号 9点钟来的 消息内容 8月2号 7点钟恢复的 你要选择历史的话 它只是 8月1号 9点 消息内容 7点 恢复内容 这就不会显示 日期了 要是选日志的话 8月1号 9点 消息内容 8月2号 消息内容 恢复时间 它都会显示上 更详细的记录 但是我们这个通过屏 整个画面 也是比较小的 显示不了几条报警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历史 活动的话 就是有 报警来了 显示 报警走了 就消失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用历史给大家介绍 7四行 就是一行开始显示 显示行数9 就是123456789 然后行业行之间有个间隔 我就设个两个间隔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编辑它 项目 项目的话 大家要是待会模拟 或者下载到充分屏 它会什么都没有 没有抬头 我们把这个扩展点看 对应的名称把它都勾上 都写在里面 日期消息恢复确认 比如发生次数 累积时间 我们都把它勾上 然后这个文字的格式 在这个地方显示 然后我们比如说消息内容 我们要移位 可以移到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间隔 比如说日期是 12345678 相当于是八个字符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个9 就是有一个字符的空格 时间我们也设一个 10分秒 也是八个字符 加一个空格9 消息内容因为很短 我们设个18就够了 确认时间也是9个 9个 然后这个我们累积时间也是9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报警 间隔和抬头都上去了 这是项目这一栏 颜色 颜色这一栏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启用级别 级别也没什么 没多大用处 我们这个地方就给大家来讲一下 报警来的时候 我们给它设一个背景色 比如说横线烟 然后又报警了 红色 报警恢复了 我们给它弄一个淡一点的颜色 就是报警走了 就是这些报警已经恢复了 这个地方就设一个颜色 显示 显示的话 我们就设一个824像素点 这个就没了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水平加边框 就这样 直显示 我们会下面给大家介绍 这个地方先不给大家做介绍 然后我们就确定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个报警 已经做好了 然后 就报警的第二步骤 放置部件和进行设置 我们就做完了 第三步骤 报警操作的制作 这个很简单 也是双击这个 在开关里面 你可以选择一些操作按键 比如说开始 结束 确认 向上移动 向下移动 清除 全部清除 你可以直接去构选就行了 然后这个形状 你可以比如说 我选择一个方形 确定 它会映射上去 这个报警的操作按键 我们也做好了 然后我们下面就是模拟 制作效果给大家来演示 模拟的话 很简单 直接点模拟 模拟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框 然后所有的编辑的报警信息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模拟除了屏 这边是模拟 PoC的一些状况 地址 报警 我们注册了 这么多报警 然后我们报警 只要按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红色的显示 这个是有一个 制服的一个区隔 然后发生次数一次 然后报警走 它就以这种颜色 然后再来 按这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通过按键来操作 按键操作的话 一定要先按开始 然后才能向上 向下 看 向上 看 然后这个就清除 这个是全部清除 很简单 然后我们再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报警 我们已经全部制作好了 然后我们退出 这是一个简单的报警 我们就制作完成 下面我们再 给大家讲一下 跟报警 它可以关联一些地址 在这个在哪里面做呢 比如这条报警 出发了 它可以关联一些报警的 一些自开关 或者未开关的一些状态 会显示在我们这个报警信息里面 这怎么定 在哪个地方可以设置呢 通用设置 报警设置 这个地方 每一个报警 你就可以看到 在快一里面编辑报警里面 有个叫 从每一个报警中读取数据 我们把它勾上 比如说我们读两个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两个地址 可以选择 比如说每一个报警 每一个这个报警 我都关联 一个字和一个未开关 字开关 我们把这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 关联的地址 是第一板 这个关联的是一个未开关 比如说 是M点 M0 要是每一个地址 每一个出发位的报警信息 都关联这两个地址 你就把它都勾上 就可以了 要是每一个对应 关联的不同的 你就可以选择不同 然后我们在这个报警这一来 我们再来编辑它一下 把项目 比如说累计次数发生 次数我们不要 我们把这个关联的地址勾上 一二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地址一地址二 选择确定 这个就长了一点 我们把这个字符设小一点 设个七个字符 大家就可以 小了一点 好 我们模拟 大家再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关联的地址 这个报警出发了 关联的地址 D100等于0 M0是off 我们来 把这个关联的这个变2 这个改成123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X3 on了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它对应的关联地址值 和未开关 它会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这就是报警出发 它可以关联 几个地址 这个我们最多可以是八个地址 八个地址的一些状态 都会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也是可以方便客户 通过这一组关联的地址 来分析这个报警的原因 和解决方案 这是报警的一个制作 下面我们看 这是报警的一个基本的制作 我们结束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历史报警只显示画面的制作 只显示报警的制作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报警 弹出的报警上 只要点一下这个报警 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窗口里面可以显示 报警的内容和解决方案 这样方便 操作人员就操作工 可能会简单的操作 简单的 可以把这个故障解决掉 这个历史报警 只显示画面的制作 也是有四个步骤 给大家来演示 第一 创建 直显示画面 好 第二 注册 直显示画面 第三 在报警 部件中 设置直显示这个选项 第四 模拟显示效果 注意 设置直显示后 直显示默认显示 在报警 部件的左上角标记 所持的位置 选择报警部件 移动定位标志 可以更改直显示画面的位置 这个待会我们会给大家来看 下面我们还是以软件给大家做介绍 第一步骤 我们在通用设置里面 还是在这个报警设置里面 选择直显示画面号 比如这条报警 我们对应的处理方法 在第一个直显示画面里面 第二个在第二个画面 第三个在第三个 第四个在第四个 我们就显示 这四条报警的直显示画面 要是选择零的话 待会点了 它是窗口是不弹出的 不弹出 因为你没有编辑直显示画面 所以它就不会弹出直显示 我们就以一二三四 这四个位开关 对应的报警内容 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直显示画面 我们就少做一点 做四个 这是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在通用设置里面 选择文本注册 一号 报警对应的文本信息 我就在编号一里面 这个地方来写 比如说温度高 报警 解决方案 然后我就随便写写它 就写这么多 然后第二条报警对应的文本 注册 你就选择新建二号文本 然后在这里面 比如说温度低 低报警 然后内容 然后内容我就解决方案 就随便写写了 第三条第四条 我们就不注册内容 但是它会弹出一个空白的窗口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在这个报警显示部件里面 选择直显示 启用直显示 选择 显示文本窗口 切换基本画面 就是你点一下 切换到第几幅画面 我们就不在这个 报警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 文本显示窗口 然后大小 就是一个窗口台数的大小 我们大一点 然后对应的这个 有个光标 有个圆圈 圆圈就是待会弹出的这个窗口 就以这个位置给大家来显示 比如说我要想更改位置 我就可以把这个光标 移到这个地方 待会它会在这个地方显示 只显示窗口的内容 下面我们给大家第四步模拟 大家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这个报警来了 第一条报警高 我点一下 它会弹出这个内容 解决方案 就可以看到 然后第二个报警低 你点一下 它就报警低的内容 比如说我不想看了 我关掉 然后压力高 因为没有填写 消息内容 它就弹出一个空白窗口 像下面的这个 我就不让它弹出窗口 你就可以看 点了以后 它是没有反应的 这个是一个空白 第四个 这个就是一个 直显示画面的一个制作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历史报警制作的一个程序 工程 今天内容就讲到这个里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